十一节的感动时刻 继续带您造访苗栗造桥 它的代表性产业还有陶艺 因为苗栗当地的陶土材质比较好 能够烧成雌化 一般的陶土只能够烧熟 不管是耐度或者是保存食物的能力 都比较好 尽管这过程中呢 一对夫妻损失了上百万 但是他们依旧是坚持下去 石膏模子车出原型 心要静 眼神要专注 陶瓷师傅林烈孝正聚精会神制作 我们写的是工程 陶瓷工程 超过四十年的经验 从灌浆 修胚 庄摇到幼梢 这技术鲜少人会 民国八十六年 林烈孝开设陶瓷工厂 过程中失败的作品 价值就多达三百万 直到最近这四五年 才领悟故中的道理 他说他是把陶土 烧瓷化 别人则是陶土 烧熟 光听声音就能辨别 陶瓷在苗栗造桥当地具有代表性 大西村这个生活工方 也在述说陶瓷故事 陶瓷作品摆满贵 精致细腻 幕后的艺术家是这对夫妻 两人坐下来就秀上一首 陶土捏制客家油铜花 一片片花瓣连结栩栩如生 过去两人经营陶艺工厂 没订单 负债关门 十年前转型休闲产业 他们以文创产品为主轴 苦撑好几年才尝到甜头 我常常说一片不景气当中 你一定要顾到你的专业 那这个转型就做陶瓷 算了你的母亲压着红颜 还能做陶瓷 但是赛家 年住民 然后赫家图案都在陶瓷上面 做案度后 当时就向着说 别人哪里用 亲友文化特色 有了文创产品还不够 他们端出超过一甲子的 客家米粉吸引客人 这是选用再来米研磨制作 不投工减料 他常常唱你农我农给我听 我就发想说 混在一起不就叫你农我农吗 还有这一道南瓜芋头 取名为你农我农 夫妻俩从谷底翻身 凸显客家人的韧性 也打响造桥之名度 三百万的学费 陶瓷师傅坚持创作 右梢精亮通透 宛热星辰 照耀客庄的感动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